宝贝 今晚妈妈要给你讲一个关于勇敢的故事 故事名称是梅里达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梅里达是一个生活在苏格兰高地的公主 她有一头美丽的红发和一颗勇敢的心 她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王国 按照规定 她将来要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王子 她的婚姻是为了保持家族的传统和联盟 然而 梅里达不该于被束缚 她渴望自由和冒险 她追求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主选择的人生 因此 她拒绝了父亲的安排 决定寻找属于自己的命运 在一次神秘的森林冒险中 梅里达遇到了一个巫婆 巫婆给了她一个法术 希望她解决家庭的矛盾 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梅里达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法术 然而 她的决定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 梅里达的母亲突然变成了一只黑熊 而且似乎失去了人类的理性 梅里达意识到 她的决定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灾难 为了修复她的错误 她必须展现勇气和智慧 她与母亲一起面对危险 决心拯救被法术控制的父亲 在与母亲的冒险旅途中 梅里达学会了尊重和理解 她意识到 她的母亲也有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梦想 通过与母亲朝夕相处 她逐渐认识到 她的梦想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自由 还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家庭的责任 最终 梅里达发现 解开法术的关键不在于魔法 而在于真心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她帮助母亲恢复了人形 并让父亲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和尊重女儿的选择 这个经历使梅里达和她的家人更加团结 并重新恢复了家庭的和谐与温暖 她的勇气和智慧得到广泛赞扬 成为王国中的榜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勇敢追求梦想不仅意味着追逐个人的自由 还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家庭和谐 梅里达通过她的经历和成长 教会了我们关于家庭价值观 相互尊重和沟通的重要性 宝贝 你也可以像梅里达一样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要记得关心和尊重身边的人 有时候 我们的决定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思考并尊重他人的选择 晚安 宝贝 做个勇敢而美丽的梦 相信自己 勇往直前 你的勇敢将会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的意思是 剑 全部来托 你的勇敢 让大家 然而非 好好 勇敢 优优独 老